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者会关心法国队的打法 战术 球星状态 对手实力等等 法国队的赞助商华帝股份自然也就跟着被关注 人们总是喜欢与胜利者为伍 所以法国队走得越远 华帝股份的形象越好 有统计显示 品牌知名度每提高1% 需花费2000万美元的广告费 而借助体育赛事 花费同样费用知名度可提高10% 体育赛事鼓励运动 传达信念积极健康 有一种人类天性之美 这也是品牌商喜欢赞助大型体育赛事的原因 尽管中国队没有进入世界杯 但中国企业却成了世界杯的主角 这种情况的确独特 但要和国内球迷众多的情况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 企业需要进入一个平台进行形象宣传 世界杯就是短时间内聚脸人气的最好平台 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又足以支撑营销费用 如果本次法国队夺负 华地股份赔付给消费者的资金与获得的生率相比 无疑是一笔划算买买 老板 方泰和华地并称中国锄电三节 但华地股份在其中偏弱 华地股份需要种种方式弯道超车 当年猛牛借助超级女生 加多宝借助好声音实现弯道超车 都是成功案例消费企业需要的营销费用的确很高 但这是不可缺少的开支 所以我认为华地对于法国队的最终走向 是有清醒的预案和认知的 越到最后媒体的曝光和免费的炒作 对于华地来说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法国队最终的输赢不重要 因为华地已经赢了这场营销战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